女子一开始站在斑马线上等红灯 看到号之变了 她开始起步往前走 路口过了一半 突然一台白色轿车左转撞上她 力道之大 个人物品还飞过两个车道 再看一次监视器画面 先是拍到女子过马路 直到离开画面了 车子才撞上 并没有拍到事发瞬间 伤者家属在脸书po文 希望路过的汽机车提供现场画面 车祸事发地点在台北市中山区 松江路德惠街口 11月12号早上清晨6点11分 78岁郭姓富人背着背包过马路 遭到62岁高姓男子开车撞上 一开始送长根 后来伤势严重 转送荣总 本案富人伤势 全身多处骨折 头部撕裂伤 立即送医治疗 62岁是高男驾驶 称行进行人穿越到时 未看见行人 警方调查驾驶并没有酒驾 至于富人伤势严重 右脑出血 后脑勺骨头裂开 头部外伤缝了七针 左边肩胛骨裂 肋骨断了三根 骨盆右膝盖都受伤 目前人还在交互病房观察 TVBS新闻 陈又翔 许立凡 许又翔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